在2020年12月31日的晚上,张景阳做了个决定,让团队里的人每人写一篇道子,说是总结一下2020年的发生过程,做一个总结。 当时,一个月前,现在不都已经一个月底了,20多年前,我天真的以为是很好的决定,但是,但是,我现在觉得张景阳是多么那个什么,愚蠢。 愚蠢,真的是非常的愚蠢,而且就是说特别能忽悠人,这个是真的。 对,能忽悠,你看,你看好了啊,我,我昨天,就领教那个昨日重庆,31号这个晚上,他,他,我真的是写的这些东西,我当时觉得挺好的,但是呢,我现在,现在对这个人觉得,笑话,太可笑了。 2020年总共就发了五个视频,你还要有什么总结? 你还要有什么总结? 来,我们来读一下,我来读一下,这个,张景阳,他,他写的这个。 2020年的跨年,在记忆里还可以清晰读导,如梦初醒般,原来2021乘着列车已经迫不及待了。 我说,当时我觉得挺好的,现在读起来就笑得要死。 2020年跨年的记忆里还算可以清晰读导? 记忆里嘛,还可以清晰读导,清晰读导就行了,还清晰读导就行了,还可以清晰读导,就把人笑,如梦初醒般。 你都已经清晰读导了,你还如梦初醒。 如梦初醒,你能记起来几个东西啊? 还如梦初醒般,清晰读导和如梦初醒,都保读了。 我之前写的稿子给他改了,他就改回去了,我真的不知道他咋想。 2020年7月,在我们这么多小伙伴的帮助讲之类的, 而被踢而踢,而被踢而踢,而被踢而踢而踢,可笑死了。 别人的团队总是有着飞速涨气的趋势,而我们总是瓶瓶淡淡。 当然,瓶瓶淡淡淡了,你气都没做。 将近大乱,在半年时间内,你就做了五个视频,你就把人笑死了。 你常常的暑假,你写了多少东西啊? 别人的团队总说,大好在,这一年认识了很多有趋而努力的人。 有趋而努力啊,认识了很多努力的人。 搞的是,搞的是,我们努力,劳动力白达嘛。 光劳动力,哦,真的是。 我们提供想法,搞自己写好的配音,做事皮就行了,差不多。 哇,我们也有了。 然后再继续往下看,有幸共同在一个舞台上表演。 我们表演了个什么,你表演了个剧吗? 下坡能力在自己流,也不知道他打赏了,小菜了。 哇,真的是这个章品啊。 我们也,咱去往下看,我们也从此有了更大的贵徒, 共同的奋斗目标和更好的自律能力。 哇,我可以想到什么,自律能力。 自律能力,什么目标,乱想。 他们乱想就真的乱想咯。 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就可以吃些东西咯,是吧? 想要一个视频就疯狂长痕。 你找着寂寞,他要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也是垃圾。 做事,做事,你看嘛。 学生来说,要是学生做视频还有样的选择。 第一个选择就是高质量低效率。 第二个就是低质量高效率。 但是对于新的二合作者来说, 完全没接受过这些东西的人来说, 低质量高效率,我已经是第一个选择。 因为这样可以快速积累。 就是把这个质量都稍微扩大。 而且这个东西呢,不至于让自己有那么空虚,是吧? 毕竟高质量的东西已经做不出来,是吧? 而且做低质量的东西,它还保证不了高效率, 你如何做什么高质量的东西吧? 然后他自律。 各种奋斗命连,我都不知道他奋斗了个什么。 天天一放假,早上11点起来, 晚上,我们歇老子的时候,我熬到了3点多。 而他呢,他晚上11点10分就睡了。 11点10分就睡了。 说,我实在不可笑不行,我竟然11点才睡。 然后呢,我们第二天早上, 他就说,哇,我竟然睡到11点多才起来。 你睡到11点多起来不是很正常吗? 早上打电话又不接, 然后下午再给你回过来, 你不是早上11点多起来是什么? 哇,搞得是自己,以前搞得很晚, 以前起来都很早是吧? 然后,为人接搞喝, 然后,早上笑什么是吧? 要把他笑死了,还自律能力。 我笑成自律,我就笑死了。 真的感觉脑子有问题。 此外,我们在和相互交流的过程中, 也学习了不少东西。 你学习的不少东西, 你拿出来给我们看呀, 你还学习了不少东西。 我们第一次共同合作做视频。 第一次自己上进靠我, 我真的是自己上进。 我记得他们的投稿时间来说, 张锦阳上进的时候, 那时候应该算暑假。 暑假的时候, 乐鲁基这样的视频, 你连个礼物都没抠好。 把人都抠没了, 把人的一条脸抠没了, 而且还闪着另一点点。 哇! 你给我暑假, 你给我说认真做视频。 认真做的视频。 我看我跟他说, 一个残忌人做的都比他做到。 然后有信收到了很多的鼓帝。 鼓帝能用有信来收到吗? 这一年过得潦草, 要匆忙。 当然匆忙了呀, 你屁都没干。 你不潦草, 你不匆忙吗? 今天买个啥一样, 你做我事情。 我学习都没有时间, 你给我做我事。 做不尽。 然后最初的目标到现在都没有时间。 你还有点自知之明了。 可是我不想让这么一年, 就这样草草收尾。 你不想让这一年草草收尾吗? 那都已经草草收尾的时候, 你给我来个不想让这一年草草收尾。 真的是很神奇啊。 这张娘就比较神奇。 那么, 在我的能力范围内, 就把那些重要的东西一一一回顾一下。 用什么重要的东西, 让你值得回顾呢? 让我们在最后一个月, 好好的商量了一年, 搞个别吧。 我真的有时候怀疑他是语言出入, 但当时呢, 他是用的电脑, 所以, 我真的真的是, 他打字, 把歌和歌, 分不去, 搞个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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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都不就一下, 直接发。 俗话说, 科技以换科为本。 科技以换科为本。 这个人是真的有自主是没有, 他就是, 他左右民吧, 每天换个科就行。 我们视频风格已经好久没有更换过了。 我们每个人都一种风格呀, 你搞的, 你天天画风格。 那要笑嘴, 就是这种无聊的说明方式。 无聊的说明方式和无比声音的动画, 你还真他们都知道自己做的东西是声音。 上次大改变, 可能还是刚接触起来的时候, 你刚接触起来的时候, 你开始做过视频吗? 这次正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间阶段, 我们也学会了更多的技能, 也许能搞出一套全新的风格。 连视频都做不好, 也想要风格, 我真的笑嘴。 无聊的说明方式和声音的动画, 你都做不出来。 你还想搞风格, 风格是什么? 搞笑, 做个科技视频给你搞到是娱乐视频。 这种精神上巨大的感觉, 就好像之前做了一个梦, 目标还要完成, 现在想法就来。 问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啊? 你能理解吗? 谁能告诉我有什么关系? 这一年, 我们的思想和方便在有很多地方发生过冲突, 你还知道自己发生冲突, 真的是, 他有思想吗? 这个我前几天呢, 追了一个番剧, 叫《无能力者娜娜》, 他就特别像李娜的那个女主角, 叫小满。 这个小满呢, 他呢, 就是说, 就是说, 特别非常的信任某个人, 就是说, 一旦他觉得这个人特别可靠, 他会一直跟下去。 说是无法自拔的。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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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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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对, 是的, 对, 对, 对她说, 对她说, 她说, 所以遗憾也有遗憾等别, 哇, 太若美了, UNESTRO 太樂觀了 太樂觀了 啊 太樂觀了 把技術當中每個都 每個學習大整的樂觀 像他們別人選出嘛 所以青年目標還有立下的 我想填完自己 填完自己曾經挖過的坑 他們挖過坑嗎 他們挖的坑 我感覺他們挖的坑只有自己知道 想要提高我們團隊的工作效率 想要領悟到更多有意思的創意 想要認識更多有趣有博學有技術的 我希望2021年我們身邊的人都能健健康慷慨 你想要有創意想領悟有趣的人 有技術的人 想要提個不公布的效率 直接就跟眾福語連結在一起了 我跟著說 感覺就特別像 特別像那個 特別像有一班 像七歲的子彈一樣 突然蠻尾 直接腰斬一樣那種感覺 話說到一半 直接咽下去了 特別特別神奇 你就說呀 我希望怎麼了 你就想要 想要領悟到更多有創意 有技術的人 句號 我希望我們健健康慷慨快樂的 你說怎麼樣 你領悟啊 我跟著是你 你跟著是名語呢 你跟著我們那名語是人嗎 蔡名語呢 說蔡名語呢 这些突然记号了 我就把这笑题 就像你吃饰了 别人考试一下 别人还没写 别人突然过去 这样子还没办法就 王世王这样子写完了 你闹什么人啊 我觉得张俊阳就看了 他到这的时候 他就没想到那张线了 他就聊聊天室 他讲他听想要 他听想要 写这种东西 他可能觉得我们都不会让人看 他可能觉得我们 他可能觉得我们都不会让人看 他可能觉得我们都不会让人看 就让人要跑掉 他可能觉得我们年龄都不交集一下 哇 笑死人 看才好玩人